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现在第七次 也就是两个礼拜之前的一个会议呢 同样是年龄改革委员会的 受邀的一个委员是资方的代表 中华民国工业总会的代表何宇 他竟然在劳动部报告完 劳工的相关的退休制度 以及一些规划跟这个简报之后呢 他进行了一个突袭式的要求 工总在里面他的提案 他具体要求说他认为现在的分摊比例 应该把雇主的分摊比例由七成降到只有五成 然后甚至他也提出来说 应该要让劳工的目前的分摊比例 由两成直接增加到五成 也就是等于是进行一个2.5倍这样的一个增长 这个资料是从2005年开始 到今年为止 台湾劳工的投保薪资 从2005年的2万6千多块 到去年2015年的2万9千多块 非常低的一个投保薪资的数据 就是所有台湾平均的劳工的一个投保薪资 就是2万9千多块 这个彰显了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 台湾过去长期以来 所有的受贡者都处在一个低薪的状态 我们从主机总署所公布的 全台湾受贡者的平均薪资来看 目前是3万8千多块 这里面存在了将近1万块的落差 台湾的所有的受贡者 事实上都存在了一个高薪低暴的问题 把劳瓦基金当作一个水库的话 也就是我们2万9千块的一个平均的瓦基金 能够为基金带来的这个注水的效益 非常的低 在1995年民国84年之前 雇主的分摊比例是8成 长达将近30年 从民国50几年一直到这个民国80几年 都是维持在8成的这样的一个分摊比例 就在1995年84年里面 当时候因为要开办全民健保 所以资方团体大力的向政府游说施压 所以当时的政府直接介入 做了一个调整 把8成的分摊比例 一口气降了10% 降到了7成 另外这一成怎么办呢 用全民的纳税人的钱 用国家的税收 也就是现在所谓政府10%的分摊比例 从1995年到2015年 20年的时间 资方 因为调降的这个10% 本来应该讲 8成的保费 现在分摊只有7成 少了这个10%的保费 总数 已经20年来累积 将近2800亿 抱歉 超过2800亿 已经将近3000亿了 25年来我们可以看到 劳方的薪资 受负者的薪资 占GDP的比重 下降了7.1个百分比 下降7个百分比 那企业的获利呢 占GDP比重 增加了4.8个百分比 我这边就做了一个计算 受负者的薪资在GDP占比 这样的7个百分比 等于相当于现在 如果我们一年 最新的GDP的这个总数 是17兆元的话 也就是 劳工在这个经济果实的 分享这个比里面呢 减少了1.2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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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25年以来 同一个时间呢 资方的企业的获利呢 增加多少 增加8200亿 根据教育部最新的统计 就是现在已经有一百万人 一百万个年轻人 他们正背负着学贷 然后在全国 还在就读大专校院的学生 申请学贷的人 也超过了两成 那对于这些学生来说 他们除了一般的生活开销以外 在未来还要面对学贷的问题 那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被 就是根本就是没有造实申报 没有造实投保 老保或是健保的就是黑工 更别提中南部或东部的大学生 他们常常连基本薪资都领不到 那在这种情况下 比如说我 就在餐饮业 因为被刀具划伤 但是医药费就只能自行负担 第二天包扎倉口继续来上班 那后来想说在校内打工 虽然可能薪水会比较少 但是好像可能会比较有保障 所以我就在老师的研究室里面 帮忙打扎或是做主事表之类的工作 但是后来却发现我所拿到的薪水 其实是跟在教授的研究计划以下的一些 雅费支出所指引的 所以其实学校也根本不会把我投保劳保 或是健保 只要符合劳务关系 就算我们的薪资低于投保的最低及距 也不是学校不给我们纳保的理由 那在我们学校里面 就是除了用研究计划 来隐藏学校应该负担的劳保费用之外 那我的同学或是我的学长姐 他们也会在学校用学习型助理 或是用附带实质劳动条件的奖助学金 来要求学生会学校工作 逃避学校作为雇佣者 应该负担的劳保费用 新政府在上台以后 要赶快技术的解决这个 台湾劳工低薪的问题 因为一旦有低薪的问题 这样子对缴进去的保费就会非常少 我认为在观察世界各国年金改革的经验里面 事实上对于劳工的这一部分的年金改革 应该以调整费率为首要的任务 调整劳工的负担比 完全对于解决现在劳保基金的危机 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这是一个趁火打劫的行为 要严厉的谴责这样的一个趁火打劫的行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